冠军在我心目中 就是冠军 我刚才在这坐着呢 大老师 全听见了 能看出来压力很大是吧 写到今天早上七点 对 赶紧睡觉 因为我写这个主题呢 也是因为就比较很痛苦 其实我是总是在跟自己去年的那些东西做比较 然后就是很讨厌这种情绪 但你又回避不掉这种情绪 所以就是写的就总会局限自己 这个就想聊 感觉好像有没有意义 然后纯好笑就一直在限制自己 就推发了可能十几个方向 然后最后就很痛苦地写了这么一个主题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消解大家的情绪 就是不要跟别人比 没什么意义 真的是 不必四处看 你就是答案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这一季有啥目标吗 不要有目标 不要有预期 就是我是觉得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讨厌比赛这个事情 就跟别人比较就很没劲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今年就是 我要想玩的话 就玩起来 就是讲没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如果想说话的话 就像今天 说一些自己痛苦的情绪 然后能走到哪儿算哪儿 就 因为我已经收获太多了 朋友们 就是应该让其他人 一起收获一些东西 什么意思 我也想很感谢 就是这一年收获的东西了 对 但你去年来过了什么 她是冠军 这位 这位女皇 她是上一届的大王 是的 她是上一届的大王 姐不是冲你 姐是在座的各位都是那啥 对 对 让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差点没有拍呢 要不拍 那这不是是不是就犯了很大的错 没有没有 没有啊 其实你第一句我就想拍你的 有一句他好像 他说他在各种节目里面 看见平平无奇的自己 他每天都在搜那个 李雪芹和谁谁谁 也没有搜了 段子你别 别讲得太真了 人家静姐都往心里去 人家都觉得是真的 当时我觉得就是平平无奇的 就一刚开始的时候 学冬哥咱俩好久没见了 是吧 前两年的比的节目刚现完好像 而且静姐的意思是说 那一段是你不谈情时候说的 对不对 对 不谈情声好笑的很多 对 参加之后你没听人气 学冬分析一下王宁 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其实真的 我们在录生活类的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好笑 也没有那么深 王宁回家了 改行 趁早改行放弃梦想 王宁 咋钱了 咋钱了 快朋克起来了 是上那坐着吗 你们先聊 我今天确实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王宁的这个 这个表演 表演 他整段的这个表演里面 我就看到他是有一个除了好笑之外 还有一个真挚的东西 就是大家的 有后劲是不是 对 有后劲 这也是王宁一直以来 虽然静姐没看过 但也是一直以来深受到她喜欢的原因 我跟王宁还演过呢 真的吗 对 我们得过 我还得过那个 静姐你问她 你还会弹齐她吗 处逃大会的第一名 哦 那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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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飞儿 你说很说我飞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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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飞人 洗刷刷是不是你唱的些 是我 是的吧 是围城 那就对了 洗刷刷是对的 对的呀 我现在心里特平衡 诚哥 不知道你离婚一点都不奇怪 太不奇怪了 好 让我们恭喜 王敏获得了四个领笑员的拍灯 进入等待区 谢谢 你今天很棒了呀 对对 真的 真的 我们免哥真的是 就是他当他拿出来那套综艺的时候 政府了 政府了